20 1 年 20 2 年 20 1 年 幼魚丸 我是魚丸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新的年份終於到了 今年是2021年 那揮別大家最不喜歡的2020年 想必今年大家都有自己的目標 以及新的願望 魚丸當然也不例外啦 首先魚丸想要利用30天的時間 利用飲食改變自己的體態 那魚圓想要少油少鹽的飲食 控制自己的體重 然後來改變自己的體質 看是不是能夠讓我的體態變得更好 好 那魚圓先來公布一下 我今天第一餐的健康餐 好 那魚圓 去年的體態 究竟是什麼樣子呢 在我們今天節目開始之前 麻煩大家動動你的小手 還有訂閱魚圓的頻道 還有如果你真的第一次看魚圓的影片 一定要從頭看到尾 因為影片是非常的高潮以及精彩 好 那接著就要來跟大家分享 少油少鹽餐點 魚圓今天第一天的餐點究竟是長什麼樣子呢 那這是我少油少鹽餐 給大家看一下囉 那魚圓介紹一下 首先呢 蔬菜水果是一定要的 那這就是我的副食的部分 就是我的 除了煮餐 因為煮餐我還沒有用 待會兒要跟大家說 我的煮餐是要 煮什麼 然後是配這個 當然也不一定是用煮的 你覺得你方便就好了 因為每個人 畢竟工作環境還有以及飲食的習慣一定是不太一樣的 那魚圓為了要跟大家分享那一切重建 那這些的話是我親愛的家人幫我準備 那我姐姐本身呢是讀護理系畢業的 那也是有從事過護理師 他有幫我準備一些真的是非常健康的飲食 我覺得真的是有生以來第一次吃這麼健康 記錄我體態的時候 你就知道那個生態是長怎麼樣 好話不多說我們現在 從我們這個今天的食物開始介紹 好那首先呢 蔬菜水果是一定要的啊 他幫我準備了百香果 然後柳丁以及木瓜的藍莓 哇這個藍莓看起來就很新鮮愉悅 其實很喜歡這一種紫色紫藍色的食物 因為我覺得看起來就是很符合我的胃口 那光水果就已經有四樣了 那蔬菜的話這個是高山的高麗菜 給大家看一下這是高山的高麗菜 那再來是我們的豆類 以及我們水煮餐必備的花椰菜 好魚圓接著就是要來煮我的主餐 那我是要用泡的 我們先把我們的貴根燕麥片打開囉 我們先把我們的貴根燕麥片打開囉 那這幾度魚圓 30天的份量 哇塞 好香喔 整個燕麥的香氣 好 不囉嗦 那因為沒有湯匙 魚有準備 這個是乾淨的湯匙 因為避免裡面受潮 把新鮮的燕麥放進我的碗裡 好 那魚圓也已經加到我想要吃的份量了 大概是這樣的份量 我們接著要來加熱水 好那你們可以看一下 那魚圓已經用熱水 把我的燕麥都已經泡好泡滿 那現在就是要等燕麥把這個熱水都吸乾了 待會魚圓才能來享用 魚圓就先放在旁邊 那測著這個時間 燕麥還沒有好 我們就先去看一下魚圓現在的體態吧 Let's go 好各位頻道的觀眾 那魚圓現在來到我們工作室 最適合做紀錄的白牆 那這面牆非常的白皙 魚圓就讓大家看一下我 現在的體態跟30天後的體態有什麼不一樣 那我們直接開始做紀錄 好那魚圓現在是已經把我的身材展露給大家看 那現在大家可以看到其實魚圓有一顆 啤酒肚 跟旁邊這個肥肉 所以我的目標就是想要 藉油 少油 少鹽的 健康餐 改善一下看看我的肚子是不是 會消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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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我們就直接來享用我們的健康餐囉 我們直接 開吃 OK 魚圓也已經記錄我的身材給大家看 那接著魚圓就是要來吃我的健康餐 我們的燕麥也已經泡好囉 OK 話不多說 我們直接開吃囉 好各位頻道的觀眾 魚圓現在已經把我的第一天的健康餐 吃得一乾二淨 那接著我會再紀錄 然後我們再來看一下30天之後 魚圓吃少油少鹽的健康餐 體態是不是有明顯的變化呢 那我們就拭目以待囉 哇 不知不覺就來到了第九天了 真的吃少油少鹽 很快的肚子就會餓 所以魚圓趕快來運動 運動完我要喝一杯牛奶 跟高蛋白看是不是 會讓我肚子比較有飽足感 然後不會想要去碰一些 高油炸的食物啊 還是一些 特別烹飽過的美食 那魚圓 話不多說我要趕快來運動了 好各位頻道的觀眾 魚圓吃這個少油少鹽的健康餐 不知不覺也已經是第20天了 哇真的是時間過得很快 那我還是繼續來吃囉 好各位螢幕前神調的觀眾 今天終於來到了第30天 也就是魚圓吃健康餐 第30天的時間 那第30天當然也不例外啊 你看一下第30天 魚圓一樣有吃水果 我們的櫻桃 以及我們的青椒 還有小黃瓜 以及我們的大豆豆 以及瘦肉 因為蛋白質很重要 我們的花椰菜 當然就是我們水煮餐必備的啦 那魚圓一樣 來吃好吃滿囉 稍後魚圓消化完 我們再去看一下 我們第30天後的變化 是不是有把我們的大肥肚 整個殘酥掉了呢 大家是不是都跟魚圓一樣 拭目以待呢 那話不多說 魚圓要趕快來吃了 因為吃健康餐 肚子真的是很容易就會餓了呢 好魚圓要開始囉 好各位神條的觀眾 距離剛剛魚圓吃健康餐 已經過了4個小時的時間 那接著魚圓就要來展現我 這30天吃少油少鹽健康餐的 實驗結果 身材究竟是有什麼樣的變化呢 你們一定非常期待吧 那我話不多說 直接展現給大家看囉 Let's go 好你們可以看到 魚圓的身材比之前還要健美 整個大肥肚也消下去了許多 沒錯 少油少鹽健康餐 不只可以讓你的身材 比以前還要鮮細 頭腦也真的越來越神奇 那以上就是魚圓 實驗30天的結果喔 好 那喜歡魚圓的頻道影片的話 記得要訂閱魚圓的頻道 按讚以及分享魚圓的影片喔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 chae хорошо 好 來 個小姐 遊戲